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爱奇艺台湾以及逆局戏剧官方Facebook粉丝页同步播出 全球191个地区即将要一起看逆局 这是本周五最重要的事情 马上为大家欢迎演员登场 首先欢迎的是周宇明 欢迎接下来欢迎张荣荣 紧接着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前辈吴兴国 兴国哥 接下来是为了今天在台北的现场特别还留下来 还没有回新加坡的明顺哥 欢迎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台湾优秀的两位演员 新一代但是演技精湛朱宣扬 最后一位曾敬华欢迎 在这部戏剧当中呢 有非常多不同世代的演员参与 每个人呢都非常非常专业的去把自己的角色呢 淋漓尽致的发挥 当然也可能要突破舒适圈面对许多的挑战 今天来了只是部分的演员 在看这部戏的时候非常过瘾 因为每一个角色都是咖 每一个角色都好认真 现在要考考各位演员啦 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同地区的媒体 所以请各位用不同的语言 先跟大家问候 然后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 周一鸣你先啦 我先是不是 来 好 Hello everyone I'm Vic 然后我是在戏里面演的角色叫做梁延东 他是一个冷静然后执着的犯罪心理学家 是 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新闻或者是片段 其实分不太清楚你的真正状态 这个可能要看了之后才能够明白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跟性格 对不对 是 好 请期待 你刚刚用了两种语言吗 三种 哦 也对 对 有中文 我自动加一 厉害 还有韩文还有英文 对 你这样留点语言给人家好不好 一次用掉的英文跟韩语 好下一个加油 我们看看他会用什么语言来问候 欢迎张荣荣 我是张荣荣 这一次在逆局DangerZone里面饰演的是 副分局长杨宇璐 那我的空降其实也带给团队长非常大的 伤心 更难受 或是压力这样 我把他的位置挤掉 你真有种啊 没想到明书哥看起来这么霸气 竟然会被一位这个美女空降长官 然后给排挤 好 请期待他们的一些交手的这个戏 戏里面的张力 因为在每个环境 每个职业别都有一些竞争 在警局也不例外 谢谢你 你刚用的语言是 我刚刚用的两种语言 一种是越南 一种是菲律宾 哇 厉害 好标准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请 吴兴国大哥 跟大家问候 打招呼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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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吴兴国 在《逆题》里面饰演 沐雪中 一个陆振生纪念医院的董事长 政商关系良好 黑白两道很熟 喜欢运筹帷幄 是 您现在讲话就看起来 非常的有心机 完全是入戏太深的感觉 好 谢谢大哥 有大哥压阵 你就知道这个戏不得了了 不同世代的 你看看 吴大哥是某一个年代的 我旁边这又是另外一个世代 哇 这个戏的选角可厉害了 老中青三代都有 好 谢谢大哥的加入 让我们戏更有张力 另外一位 我们也欢迎刚刚特别讲到 为了今天还留在台北 明顺哥跟大家问候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李明顺 那我在逆局里面 饰演的是叫谭重辉 他是刑事侦察队队长 然后他的个性是很冲 然后阳刚 然后他的性格就是那个 希望自己能够把全世界的坏人 都把他抓完 那是个好警察 热血的 对不对 拼了命都要把他抓完 对 你忘了讲你一个特色 你最大特色是头发超乱 整场戏都没有顺过 明明叫明顺 头发有够乱的 没有在管的是不是 就是因为太忙 为了办案 太多坏人 当然 抓坏人比较重要 生活不重要 您刚刚的语言是什么 我有点听不太懂 哈拉伯 哇 好厉害 跟日本 优秀优秀优秀 你看我们演员为了今天 都还练了一些特殊的语言 辛苦了 好 轩阳也跟大家问候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你的角色 阿帕卡巴 大家好 我是朱轩阳 我在逆局里面 饰演的是一个争议刑警 然后我是整个戏里面最菜的 听你的声音就知道 办案很累 没什么活力了 已经累了 我必须说 他真的是最累的 你是各种跑啊 各种摔 各种跳啊 对不对 对对对 虽然是菜鸟 可是你超冲的 很有冲劲的 以为啊 我蛮冲的 待会分享一下 好不好 有没有什么受伤 或者是难忘的过程 谢谢 好 最后来 曾经华也跟大家问候一下 大家好 我是曾经华 我在戏中饰演的是一个 有点坏坏 然后追求一些欲望 然后内心孤独 不被理解的一个 顽固子地 好 这个每个人好像都有一些 不一样的发挥 顽固子地坏坏的 好 请期待 那接下来 各位媒体朋友 我们先透过以下的片花 让大家再一次了解 Danger Zone到底拍的有多精致 这是大家非常期待一部 年底的大戏 那我们请各位演员 也一起来欣赏一下 稍后呢 就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在拍摄过程 的一些重要的回忆 或者是对于这部戏的关键字 甚至也有一些 有一些比较奇怪的题目 想跟大家交流 好 各位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 逆局的片花 请看 各位台湾还有各地的 媒体朋友 或者是线上看直播的朋友 应该都像他们一样 自己要给自己掌声了 是不是 觉得太精彩了 对不对 太多的大场面 太多的细节 翻转再翻转 每个人物的刻画 都极其深刻 如果你不看完 全部你是没有办法了解 剧情的发展 今天呢 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 在演员心中 又怎么看待这部戏 每个人给一个关键字 好不好 刚刚即使只有12分钟 薛阳你会想到什么关键字 形容逆局 紧凑 确实很紧凑 对不对 尤其预告又更紧凑 因为只能减12分钟 好 你呢 你会用什么关键字呢 眼神 眼神 什么意思 这是眼神的传达 有些人很寡言 对不对 他就用眼神在演戏 就像我们现在戴口罩 也只剩眼神了 其实 明胜哥呢 明胜哥 我觉得是满 满啊 一个字 很满啊 就人物多 情节多 超多 很复杂 错综复杂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烧脑的感觉 是烧脑 好又多说了一个 好 吴大哥 悬疑 悬疑 确实是这样 你看起来在里面就是 心机很重的 一位大哥 待会再跟我们分享 荣荣什么关键字 我觉得大家都心怀鬼胎 各怀鬼胎 心怀不鬼 连谈队长看起来很正气 但我看到后面都觉得 好像有点秘密的感觉 是吗 都被你弄了 很棒 现在还在吵 特别棒 来 仔仔呢 你怎么看待这个戏 我觉得充满疑问 疑问 真的 你就是那个问号的中心 我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角色 但是要看了才知道 是是是 那到底是 有时候感觉你在帮警察 有时候感觉你在害别人 我又搞不太清楚 好 那现在就从你开始说起好不好 回到戏里面的角色 来 5710 你好 5710今天是你吧 是的 我看到你别的5710 我觉得这部戏应该叫5710 因为从文到尾 他都没有名字 一直被叫号码 宅宅终于又有新作品 没想到竟然是跑去坐牢 真是不容易 但是呢 一种突破 就是很狼狈 对不对 不是帅帅的 对 那我想问一下你怎么 你回忆一下 就是说拍摄过程 有没有哪一场戏 或哪一个过程 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有一场车祸的戏 然后 因为我第一次上那个所谓的烤肉夹 就是我们要拍360度翻滚 你说拍戏的那些大道具 对大的一个大的机器 是大机关 然后它能够把整个车夹起来 做旋转的动作 让我们好方便拍摄 我记得那一天真的 拍的时候真的很痛苦 因为我多半的时间是 我们是上下颠倒的 是 上下颠倒 一直都是处于这个状态 对 而且它开始翻的时候 我们必须闭眼睛嘛 因为有很多碎玻璃 对 很危险 它说我们要先闭一下 然后等到玻璃有一些东西 把它都少清洁了以后 我们继续倒掉着 这时候才能开拍 所以有时候真的等很久 我开始冲鞋了 我觉得我可能 本来有时候要那个 镜头的时候 我眼睛要张开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 眼睛真的有点 太累了 没办法张开你知道吗 整个都是鸡血 是 请他们赶快扫干净 快一点 就是大家都拍很辛苦 也不能催 对不对 就只能等 倒掉着等他们扫完那些 才能继续演 是 真的太不容易 难怪你那么久不演戏 演一次就可以 可以怕好几年 就怕好几年 包括我们在台湾中秋节会烤肉 今年我想你应该不想烤了吧 不会不会 尤其跟烤肉关系 我都不要 去烤 辛苦了 好 荣荣 荣荣 我们刚才也看到几场戏 哇你也是好酷喔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回忆是哪一段 我觉得我很喜欢杨雨露这个角色 因为其实我之前接的戏都真的比较冲动一点 或是比较就是热血一点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他有一点冷 而且有一点全眸 这也是我第一次演到官位那么高的角色 感觉蛮好 我说什么他们都得去做 恭喜啊升官 对而且有点全眸 就是有些话也不能说的太多 但是又眼神也很重要 那头发也剪短了 为了这个戏 就是那个时候很不习惯 那时候比较冷 觉得后面有点凉凉 现在就觉得还蛮酷的 是那时候拍的时候是冬天是不是 对他们就希望有一点不一样 希望可以俐落一点 对 所以就把它剪得很一条 我不知道那叫什么 一条 就是 我要碰吗一条 就是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波浪的 哦就是棋的 哦剪棋就对了 一条我 对啊我还六万四饼 谢谢你的分享 好请大家期待不一样非常干练的这个高官 对干练的头发啦 对就是这个 终于想起来了 明胜啊明胜哥 您的回忆是哪一段 特别难忘 其实我回忆是我们的警局里头的戏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部戏 就是队长跟我的租队友们 相处得非常融洽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那边有一个很热血的警察 怎么讲到租队 就是因为太热血 我的租队友今天都没来 其他那几位 然后呢 所以那个过程是 大家都非常high的 那尤其是有一场戏就是 队长要跟他的队友们 就是有摩擦 有矛盾的一场戏 但我不透露是怎么样的戏 是是是 那个非常有感觉 对啊 因为这个戏是群戏 你们里面至少一出来都四五六个人 所以你想我们 从头到尾都是相依为命 对对对 到最后有矛盾的时候 那个感觉很浓的 明白明白 对包括辛乐儿 包括马念仙 都是你的组员 对对对对对 大家怎么样 又容易有摩擦 尤其碰那个菜鸟 对对对对对 其实猪队友只有他一个了 你怎么这样挤 他很拼命的 你明明就带他如此一样 对不对 到处闯祸 那其实鸣顺哥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不断的脏话 不断的不断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我 我其实在平时很难骂 是吗 他们跟我说你是本色演出 所以在戏里面就尽情的骂 是 平常不能做的事 在戏里面尽情的发挥 谢谢您的分享 谢谢 那国哥呢 吴欣国哥 您这个哪一场戏最有印象 或者是最深刻呢 对我来讲 好像剧情不能说太多 我这个角色又爱情 看起来权力很大 掌管一个医院 像个王国样 对 但是我觉得 他像这个剧情的名字 逆来顺受的秘密 我觉得我一直 我刚开始拍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 我这个角色蛮难掌握 是 但是我感谢导演 给我引导很多 然后我有一个 非常好的年轻演员 跟我一起演对手 是 不要讲太多 关系到此为止就好了 但是吴欣国哥 您很久没有参与华剧的 电视剧演出 对不对 是的 我觉得有十年以上 十年以上 哇赢了周渝铭了 太棒了 这次电视剧实在是 我觉得很高兴 因为它像电影一样在拍 对 一个新的格局了 对不对 非常大的格局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 我觉得这是我的机会 也给我这样的机会 来参与这次 跟那么好的演员 是 谢谢您客气了 是 感谢您的压阵 当然新国哥也感受到华剧 已经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了 对不对 谢谢您的加入 真的让我们这部戏如虎天翼 来 金华您也说一下 有没有哪一场特别难忘 想介绍给大家 我的部分也是 你应该 你应该每一场都难忘吧 但我可以分享一些状态 就我不要讲剧情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有一场的状态是 我必须 有点像四肢不能动的状态 对 那我那场戏我只能用眼神 去跟其他对手 难怪你刚刚讲眼神 对 或者是自己在演 对 我比较多属于自己一个人演的事 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种辛苦 明顺哥可能有很多人要跟他演对手戏 群戏 你反而是一个人很lonely的 要去演 要去把那个层次表现出来 对不对 好辛苦 大家期待 因为真的太多事情我们不能讲 不过如果真的不小心讲出来 没关系 我们会立刻进字卡 中断直播 来 你有什么难忘的部分呢 宣扬 比较难忘的是 照宅宅的监狱里面 然后呢 跟他对手戏的时候是不是 因为他的那个监狱 非常小 然后他的墙壁就是有写他很多的资讯 对对对 然后因为那个位置跟那场戏 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场 是我第一次看到宅宅 然后宅宅第一次看到我 然后会有比较多敬畏去表现这场戏 所以这个场景蛮特别是 他的墙壁都可以拆开 他会把另外一边的墙壁拆开 然后拍这边 导演要换镜位的时候就要拆掉 他的整个场景是可以移动的 是是是 然后他那个场景就是非常有感觉 我觉得就是很难忘 对蛮难忘的 就我还记得他的房间里面上面有一个抽风机 你会一直转 然后甚至那抽风机就是灯光是打光的时候 他的墙壁其实会有看到那个抽风机的影子 风扇的影子 对对对 在那边跑 哇 你看得好细喔 因为我觉得这场景做得蛮棒的 你是有兼做美术是不是这部戏 很少有演员跟我聊这么多这部戏的美术的部分 我以为你会聊什么跳河啊 因为他算是这部戏的动作担当啦 是吧 他其实是设计师啊 是啊 对啊 是不是啊 我没有了 我没有了 这个队长真是 但是因为队长就在那冲啊冲啊 其实冲的都是他 其实他最辛苦 你走开我啦 对你走开 但是反而他最在意的是文系 跟仔仔哥的对手戏这样 特别好 所以请期待 这部戏不只是动作好看 你看包括这种演员之间的火花 也是很精彩的 不一定只是打打闹闹 打打杀杀而已 或者追凶而已 办案的过程 或者是找细节抽丝剥茧的这个里面 都有很多演员非常投入的部分 但是我很好奇 因为你们彼此 其实都算是第一次合作吧 这一排 我跟星国老师有合作过 你有合作过 对对对 20年前 20年前 对对对 真的是20年前 我还菜鸟的时候 了解 现在变老鸟了 老我 现在那明顺哥你先说 其他几个你没有合作过的 有没有哪一个人你合作过之后 其他大家也想一下 你会觉得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就是所谓的有一点反差这样子 他呀 为什么 星国老师是我永远看到他就是那种 对 正气凛然霸气 我来了 你要小心喔 是是 气场很强 对对对 那这位小哥呢 他之前是演我儿子 那这次我也不能讲他演什么 但是就是不一样 做工的人演合作过 但是我刚才没有对手戏 是是是 但是就是 真的很不一样 就是他这次的角色跟你之前看到的 或私底下的 没有看过 完全不一样 完全没有看过 对很大的突破 对对对对 我相信他会给给观众一个很全新的一个感觉 太棒了 好那换你了 哪一个人你觉得反差最大 不管是私底下或是在戏里面 在戏里面 都可以 你想哪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熔熔姐 为什么 因为以往看他的角色都比较冲一点 然后比较 比较青春嘛 热情嘛 对那他这次在里面的角色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是是是 很关键的一个角色 OK 所以跟你预期中想象中平常的他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那你有预料到他今天会穿那么性感来到记者会吗 这个我刚看到是有点吓一跳 不是一个景观吗 这也是另外一种反差吧 我刚以为是假的 什么东西是假的 你讲话 你讲话要注意啊 年轻人 懂你的意思 懂你的意思 太可爱了 好那荣荣换你了 你被点到了 哪一个人你觉得最反差 最反差 那我当然就是觉得是宅宅 为什么 我跟他在聘充贵公子的时候 那好久 妹妹 然后是那种很温情的那种感觉 是是是是 然后这一次因为我们两个都是 头脑很好的 可惠策写师 所以我们两个其实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针锋相对 跟互别苗头的感觉 那我觉得就是跟以前那种 亲情的感觉大有不同 是完全颠覆你们过去的那个合作的 这个角色 这一次两个人都在那抽丝剥茧 都想要想要去去找出线索来 对就是他很聪明嘛 可是其实我们是警方的人 所以他对我们来讲有帮助 但是我们总不能输他 是也不能被他牵着走 对所以其实一定就是谭队长跟他也有一点小矛盾 对 跟他都有一点点 是了解 所以到底谁在帮谁 谁在害谁 谁在带着谁 这个逆局很精彩 真的不看到最后不知道 那周一鸣你觉得谁最反差在这一排正面 本来也想讲荣荣 可以啊 你可以重复 但是也差不多也就是从贫穷看着一些蜕变 但是我现在想讲谭队长 好啊 为什么 因为还没有人讲他 真的很专业 我就喜欢这种 真的 你看刘兴宇都二十年了 你看资深艺人 其实我跟明顺哥只有见过一次 一次面 就是典礼对不对 好像是 那就不是太多交集的内疚 没有 知道人 但是你不知道他在工作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 然后这次工作真的是感受到明顺哥 只要有他在的一个现场 那个现场是充满了很正面的一个能量 这个很重要 他来他不管累或不累 他可以带很多的能量给所有周边的人 谢谢 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们我们前面其实是分两个大的场景在拍 是 监狱的那一部分就专拍我 是 还有一部分就很大的就是拍警局 是 警局那边我们常常都会回报 警局那边昨天都玩疯的 好热闹 很热闹 你们那里就死气沉沉的 对对我们那边真的死气沉沉的 压力很大 对因为我们的戏就很沉重 对在监狱里面 警局都随便在讲话 对 讲干话很多 所以说停不了 了解 很羡慕 都没有人要收工 对 了解 所以等于是说 我们明顺哥带动一个剧组的气氛 很棒 对了解 您真是的 这个反差蛮有趣的 好 吴大哥您觉得 谁 谁 谁觉得跟你印象中不太一样 都是您的后辈 都是您的粉丝 我其实跟他们真的是第一次见面 那我觉得进化其实是很认真的 他在里面有几场戏我蛮感动的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演不出来 哎哟 小心讲喔大哥 但是 后来他一直在自己心里面挣扎 那个挣扎到最后才是我们要看到的感动 那个挣扎到底跟现场的那个情境 是不是完全贴切 已经不重要了 是他自己本人的那个挣扎出现了之后 了解 那个感动正好贴到了这个角色里面 是 我觉得那个时候让我 因为我在旁边 我跟他戏也算蛮多的 那场戏是他很重要的戏 我就在旁边看 看的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年轻演员将来很不错 哇 本来还有一点小担心就对了 但没想到进化自己就长出来了 那个气氛就做出来了 很棒的称赞 感动有没有什么要回应一下大哥 谢谢老师 哇真的太棒了 你看 好那接下来宣扬 您觉得谁是反差最大的 明顺哥 也是明顺哥 也是我 他今天好 有两票了 他是唯一两票了 是不是 好你也有两票 没有奖品 继续 为什么 之前看做工的人 演得超棒 对 然后我就第一次在表演课看到他 我就发现他头发变好长 什么 头发变好长 这个也是反差的一种 OK 这边有剪头发的 这边有留头发的 就是认不出来 是是 因为他每个角色都有些变化跟设定 对 对对对 你刹那间还分不出来是同一个人 我觉得朱宣扬你本人跟戏里面反差好大 也是 这也是 我觉得他才是第一名 对对对 戏里面就暴冲啊 热血啊 好 今天是不是没睡饱 就说他办案太累了 好 谢谢各位的分享 好特别棒 好最后最后 来我们要最感动的是 幕后推手的帮忙 其实导演跟整个团队把这戏打造出来 我相信是相当辛苦的 从前期到后期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也要欢迎两位导演 来跟大家见面一下 让我们掌声欢迎庄宣扬导演 以及陈冠仲导演 欢迎二位 辛苦了 假设演员很辛苦 我想导演是另外一种层次 请站到仔仔跟荣荣的中间 不要客气导演站中间 来两位年轻的导演 来来来来不要害羞 好 请站到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 本周五晚上八点就要全球零时差同步首映了 导演 嗨大家好 我是庄宣扬 然后很很兴奋 我们这个戏终于要跟大家见面 去年的现在我们还没拍 然后现在就一切很如火如荼的在制作中 然后我们非常有信心 这个是很好看的一个剧集 是 然后 请你们收看 好 收到 对啊好辛苦 还要在疫情的空档 抓时间去拍这个 我问你一提 因为这很烧脑 如果今天这一排演员 你选一个人陪你去密室逃脱 你会选谁 以你的设定 或是你对他们的了解 我可以带两个吗 谁 哪两个 这么多 我想带 坦队跟梁延东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两位警察 就是一个很靠谱 一个很聪明 哦 那哪个是聪明的 你告诉我 你得罪人 一个很靠谱 一个 那另外一个就不聪明了 你是要看戏才知道 是的 是的 他们两个都 导演是最清楚这些人的性格了 谢谢庄导 接下来请陈导 跟大家分享一下心情 呃 喂喂喂 新 其实 我觉得这个拍摄过程 到现在看到的成品 我觉得是 我们两个导演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突破 然后像整个制作规模的升级 然后对我们两个来说 好像肩负责更多的东西 那再来后天 那将要在 一百多个火锅火厨 希望大家 喜欢之外 也可以看到我们 从上个作品 到这个作品的一个突破 谢谢 辛苦了导演 那你要带谁 如果去密室逃脱 我会带隆隆 嗯 为什么 只带唯一的女生 那对 都比较困难一点 也对 而且他很干练 你都会碰到什么 很害怕的时候 会躲到后面尖叫这样子 对 这样比较好玩嘛 好 感谢导演们 感谢部分的演员们 在此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部戏 还有许多坚强的阵容 包括我们刚刚 好像有听到一首歌 不留活口 来自创作的才子萧炳志 为大家创作的一首 符合梁延东的个性 符合是非善恶 这个是个很难去理解的 一个世界的情境的歌曲 请大家留意这首宣传曲 除此之外呢 还有很多的演员 今天不客前来 包括现在在美国的 即陪会啦 还有呢 很多的实力派演员 林赫轩 郑仁硕 刘亮佐 马念仙 辛勒儿 黄迪洋 江康哲 草爷 甚至汤志伟 蔡山德 忠瑶等等 太多了 殊不清 谢谢你们的参与 让我们有一部好戏 在本周五正式的全球首映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 本周五八点爱奇艺国际站开播 然后在全球191个地区 都可以看得到 观众朋友还可以透过 台湾的 频道以及马来西亚的 艾奇艺HD频道300来收看 请大家一起锁定 本周五我们八点一定 在晚上要锁定 逆局DangerZone 再一次代表所有的影名 谢谢团队 你们辛苦了 谢谢 谢谢媒体朋友 我们稍后呢 会进行分区的联访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ee you Bye Bye